另外我是蔡英文的辅选大将前行政院长谢长廷最近跟政论节目杠上了 主要因为上周末谢长廷站台的时候 说到立委的满意度 低到连国民党立委的太太都不满意 这样的一句话呢就被政论节目连着两天拿来大作文章 认为谢长廷是暗指周美清不满意马英九 认为他根本在开黄枪 但是谢长廷也认为这样的节目的说法根本是无中生有 所以已经违请律师考虑要提告 拿谢长廷站台时讲的这句话 政论节目大作文章 是不是这年头在台湾政坛混的人 要嘴见才有搞头 急没有割掉 是因为他做了暗示性的侮辱 他不敢只讲 只讲什么 却暗示蛮有有同性倾向 骂一天还不够 第二天同一个话题继续K谢长廷 我怎么看都是性暗示 怎么是暗示性呢 一个立委22.5%的满意度 说没得到他也没关系 这是我们台湾的说 意思说这个男的床上表现不好 不然怎么老婆也不满意呢 我认为太低俗 把对手的性来做一些无聊的指控 做一些目须有的指控 做一些丑话的指控 我认为一个院长的高度 实在是差太远了 提到说是不是有扯到什么 夫人之类的显然提的是立法委员的一些太太们 这是两回事情 尽管主持人坦言 马无能跟太太不满意是两回事 不过来宾还是大批特批 听得谢长廷再也动不掉 会保留这个诉讼 我们把这个证据收集一下 因为这是无中生有嘛 根本没有讲 我也没有讲什么 马总统的太太 也没有讲他太太的名字 也没有讲都没有讲 只是说他无能 对中国政策 很多又觉得说 那你不讲 大家都会误会你又讲 一次又一次 这七八年来 很多次他们讲的没有一件事真的 谢长廷忍无可忍 准备提告 跟争论节目的恩怨再提一笔 民事选取关蔡荣仁 台北报道 谢长廷 站个台怎么会惹出开黄腔的争议呢 我们也为您还原当天 谢长廷到底是怎么说的 谢长廷被政论节目抨击 当众开黄腔 有没有这回事 我们就来还原谢长廷当时完整谈话 他说说 说如果没有生人 说我说事 说总统没什么就做了 我问我意见 我也是他说 无能 他说 所以现在说无能 他说他很乞的 他很乞的 他说他无能 所以那天 他回头 回头 回头 回头说我能干 我能干 协谣地马力 输求见人心 买 照顾就知道 软膀买了 软膀买了 没什么买了 对不对 谢长廷从头到尾 都没有谈到总统夫人周美清 谢长廷拿周美清 笑无能 马 究竟是怎么来的 他指的是施政满意度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媒体 刻意去扭曲 刻意去抹黑 把谢长廷披码执政无能的前文 和立委满意度 连太太也不满意的后文 接在一块 就变成了所谓的谢长廷开黄枪 引来一连串的攻击 谢长廷是既无奈又无辜 明镜宣传局 蔡荣仁 台北报道